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霍西 该中心科研团队与合作者通过多年研究 揭开了叶绿体基因转录机器构造 该成果有望在提升农作物产量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植物细胞的叶绿体是植物细胞特殊的一个细胞器 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植物来进行光合作用 将光能转变成化学能 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转变成有机物为我们人类提供能量 这项研究中科研人员成功解析了叶绿体基因转录机器的三维结构 叶绿体基因转录机器负责叶绿体基因信息的读取和输出 知道了这个三维结构 人类就能了解叶绿体是怎么转录的 如何调控光合作用系统 从而帮助植物更好的生长 我们采取的一个方案是通过叶绿体转化技术 在叶绿体的基因组中间给它打上了稳定的能够进行蛋白质重化的标签 随后我们利用冷冻电镜的方式来解析了这一个蛋白质机器的三维结构 然后从这个三维结构我们了解了它的构造 工作方式 据了解 此项研究将有助于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 未来有望在提升农作物产量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和其他一幕开启重工合作用 随后再发挥重工合作用 请不吝点赞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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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讯